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睇路行新闻 我是你的主播lexi 惠食妹 现在还是每天都三十多度 好热好热 天天出去 你说如果出到街上热热热 这么热的时候有好东西 有冰冻的椰子水喝多好呢? 免费更好 我们上个星期六 就在rollshow大派椰子水 也有很多观众很关心 我们这个节目何时出街 我们终于都出街了 上个星期六这么虚陷 讲到虚陷 这个香港美食节 就一定非常虚陷了 虽然是这么热 但大家都不介意 纷纷去到这个香港美食节 抢饭吃 我知道这个美食节 听说有一些暗黑的美食 暗黑就不是美食 例如什么呢? 例如男人的浪漫 火腩豆腐饭 居然出罐头 所以以后不用去茶餐厅吃 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冰火糯米糍 好像冰火糯米糍 这几样东西完全不适合 好像真的有点暗黑 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去吃呢? 我呢? 作为一个美食妹 当然是敢吃 记住大家如果去的话 找客人能否碰到我 最近听说在色眉 有一对华裔男女 大家都是中国血统 他们拍了拖 不太久 就开始开一样东西叫做 联名户口 各位男士听到联名户口 这四个字 是不是很害怕呢? 但因为甜蜜里面的男女 他们是不会介意这东西 一起共创未来 所以他们开了联名户口之后 不久 这么甜蜜 当然是求婚 求婚又搞定了 两个月之后求婚 求婚他们的婚 其实两个月之后 即是四个月内 就由开联名户口 到求婚到结婚 整件事 Happy Everywhere After 是不是很开心呢? 谁知道 当他收了一只 差不多10万元的求婚戒指之后 临结婚之前 10天 是10天 他们就分手了 那分手怎样? 当然是不会结婚 不会结婚那怎样? 大家就会开始想 嗯? 刚才说了那个 10万元的戒指 还有这个联名户口 怎么办呢? 当然了 男方就不会这么笨 当然是跟女方说 咦? 这些东西我要全部收回来 那女方就很生气 就觉得好 你要分得这么清楚 我和你分 于是就上去那男子的家 拿了所有他送给那男子的礼物 回来 但是当那男子要做同样的事的时候 那女子竟然 啊 打什么? 不让他上去拿 不让他拿回转介 还不肯给他这个联名户口的钱 咦? 咦? 这件事就棘手了 所以男方居然因为这件事 上到法庭那里 告这个女孩 咦? 法官竟然说 嗯? 其实情人之间 拍拖的时候 互相送的礼物 是不需要送给大家的 因为是没有合约在身的 哇! 那就正了 那只差不多10万元的戒指 今天可以代代平安? 咦? 原来又说不是 因为分约这件事 本身说好了 才将戒指交给女方 代为管理的 所以呢 他们结不上分 就一定要将戒指还给男方 而且联名户口 都一定要摊分开些钱 所以呢 那女方 就唯有 在法官大人的要求下 给回所有东西的男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我就有一个朋友 试过竟然是分手的时候 男孩立刻不知在哪里 拿了一本账宝出来 有一揭就说 喂! 你看看我之前跟你拍拖的时候 跟你给多少餐的钱 买多少袋 多少鞋给你 麻烦 收回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糟了 以后如果跟男孩出街 我就要很小心 如果他一下子不小心 拿了账宝出来 要跟我追溯 我真的没有钱给的 各位小朋友 各位女孩 记住小心点 跟男孩出街 不要花他们这么多钱 知道吗 类似的情况 原来在中国内地都有发生过 就是在毛实这个地方 有一个女人有一天 她在一个商场上逛街 就考遇到她的前夫 这个前夫前妻见到 就好像仇人见面那样 吵起来 还要吵起到最后 这个男人掌刮女人一半 然后便说 你心信着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送给你的 包括在用那部最贵的手机 于是 你不要以为 好像上一单新闻 一个女人便 不紧要 我就继续着手机 然后就走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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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这个女人 很有志气 才将这个手机 一声 扔下地上 然后就 把她的前夫全身上下穿的衣服全部脱掉 脱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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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由头到尾 由内衣到底褲全部脱掉 于是前夫 你以为她会否收拾东西就很开心地走 不是 前夫很害怕 被她空倒了 空倒之后怎样呢 就开始不知所措 然后人们开始叫Secure进来 当然这个过程不少得的就是 旁边有人拍片拍照 于是就上了新闻 那就红了 但是刚才幕后的人员就问我 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 我到底是很有志气地脱掉衣服 或者给回手机对方 不脱衣服起码都给回手机对方 还是好像之前那个华裔的 逝离的女生那样 保持起了所有东西 其实如果我觉得现在既然法官都判了 原来家往时的礼物是不需要归还给对方 因为没有合约 那当然保持住 大家看到这个台的 可能一向对金融财经都很有兴趣 无谓和钱作对 这个就是奉行了港女精神 哈哈 哇 喂 sorry 香港的工作时间真是很长 有些分一至五 有些分一至六 而且天天都OT到无上限 真的很辛苦 咦 但是现在最近有一间公司 是香港公司 是由两位90后的老板创业的 他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制度 听起来很棒的 大家听一下 第一就是不需要叫老板做老板 就是不用 陈生你好 李生你好 不需要的 没有这个阶级观念 很free 当他们是friend 打打骂骂都可以的 这个真的很特别 不知道打打骂骂都会购人工呢 他们说不会 接着呢 第二样就是年假任放 咦 probation都可以年假任放 什么叫年假任放呢 就是在你 他请了你之后 这段期间 任何时候你想放年假 去欧洲那里玩 一个多两个月 去印度那里体验生活三个月 no problem 大家随便放 而且放是有新假期 是有新假期 是不是很笨 第三就是四天工作 什么四天工作呢 我好像听过欧洲是这样实行的 原来就是说四天要回办公室 但是有一天就可以选择 work from home 说work from home这三个字 真的很吸引 换句话来说 五天工作 但有一天可以选择 自由 但是在家里工作 或者回办公室工作 但是我发觉 想想想好像有点不对劳 老闆不叫他做老闆 他怒不怒就知后不知 会不会秋后算尽 又不知 还有 他这个所谓的任放年假 原来是on call 这样去放年假的 即是如果你一路在这儿勾游的时候 其实是要带着一部Laptop 起手 一路做公司的东西 可能一路还要回覆客 一路要跟老板聊天 其实这样去旅行 我宁愿不去 好像有点捉虫 这件事 还有那个四天工作 其实就不是四天工作 而是五天工作 即有一天 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的这个意思 所以最多都是省下车费 都是五天工作 没什么分别 等等 人家欧洲的四天工作 真的是四天工作 而且听过好像丹麦这些地方 四天工作的人的效率 是比起五天 甚至六天工作 来得更加高的 所以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双赢 那这家公司好像抄得不是很足 我会觉得 不如你们两个抄得很足一点 虽然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听了这些新闻之后 很多很多人都说 哇 这些顺工很想做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 会不会去apply一下呢 哦 sorry 但是他们只是做内部 即是自己懂得的情况之下 才会请人的 哦 不接受家外人 sorr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呢 我就最喜欢猫猫狗狗 但是如果我要养的话 一定不会养鱼 或者是龙中的小鸟 为什么呢 有宠物最好 当然是可以抱着它们 摸摸它们的小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回到家 有一只很可爱的动物 走来迎接你 尝尬一下你 但是原来这一条鱼 就不一样了 这一条鱼 它主人定时定下 都会撒一些鱼粮 到鱼缸上 喂一条鱼了 怎知道这条鱼 不去吃鱼粮 而是去吹着主人的手指 围着它主人的手指 真的很可爱 原来养鱼也可以这样 我都会考虑一下 养回一条鱼仔 那些东西 最后再来讲 Kwaitis呢? 這個金魚很可愛 我們要買一條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下星期一 Lexy在這裡約定你 在Sky Finance的路撼新聞 再見 Bye Bye